科学家上周表示 全球最大冰山A23A 现在正飘往南冰洋 这是这座冰山37年来首次移动 这座南极冰山面积将近4000平方公里 相当于南投县的面积大小 重量则达到1兆公顿 根据路透报道 1986年从南极州西部的 菲尔西纳隆尼冰棚崩解以来 A23A冰山的底部卡在海底 呈现搁浅的状态 不过最近在强风和洋流的助阵下 A23A冰山开始动了起来 并快速飘过南极半岛的北端 科学家目前还不清楚 这座冰山动起来的真正原因 有科学家认为 这座冰山会渐渐离开南极 被推入南极州环流 最后在南乔治亚岛再度搁浅 南乔治亚岛上有数以百万计的南极生物 包括企鹅、海豹与海鸟在岛上生存繁殖 并在周围水域觅食 A23A冰山可能会影响到它们的生计 也有科学家分析 这么大的冰山将会在南冰洋 存活相当长一段时间 一旦它继续往北移动 飘向南非附近 将会扰乱航运的洞线 人间福报综合报道